认识吗 认识我 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去外送 我感觉肯定有故事 所以我想跟你聊一聊 可以啊 你听一下 你贵心啊 姓陈 当年多少 21岁 21岁啊 对 2001年21岁 为什么会去选择这个行业呢 怎么讲呢 感觉安庆的最低工资 就是三四千 送这个七八千块钱啊 而且能带孩子 带什么孩子 你妹妹嘛 我自己的孩子 你自己的孩子 对 对 那你怎么这么早就有孩子 对啊 将期结婚都早 你结婚是属于冲动型的那种吗 不是啊 就是只要不读书 就有人跟你相亲 那您的另一半是安亲人吗 不是 将期的 那您另一半是从事什么反应 没有 没有是什么意思 2019年去世走了 2019年就去 嗯 是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结婚来的 2018年结的婚 就刚生完宝宝 没有啊 宝五六个月吧 是什么原因 嗯 就是事故嘛 哦 就出吹祸了是吧 对 对不起啊 没事 我都无所谓 那你当时是怎么调整了过来 我的钱 因为刚开始我们两个人还是在婆家的 然后后来走了 还没有半个月一个月吧 然后婆婆拿到了赔偿金 就把我们赶出来了 是吧 因为这个 嗯 她自己的孙女她不要 在江西延续只能是儿子 女儿不算 真不容易 这也真不容易的 现在不吃苦 什么时候吃苦 对不对 才21岁 这是吃苦的时候 刚开始六个月的时候 就在安亲送外卖 就背着钱面卖 那要遇到爬楼的那种没有电梯的怎么办 年轻人不爬楼谁爬楼 了不起 真了不起 那你为什么要离开老家到这来 因为我的爸妈不同意我带我孩子 因为说因为你21岁 以后可能有更好的生活 但是我不是这么想 我既然生下他 我肯定要负责任的 不负责任为什么要生他呢 对不对 我妈妈是为我好 她心疼她自己的女儿 但我也心疼我的女儿 对吧 她在都是我想过的生活 女儿想爱你所爱的人间 母爱真的是太伟大了 没有啊 每个妈妈都是呀 女人啊 就是为母则干 不过硬扛 你哭过我的天 我远活着迷人员 不忘啊 愿你又忘啊 我妈不是拒绝啊 这我不要 哎 你请我捡 这个呢 我不是给你 给你饱饱了啊 这是个人的底线 你不能触碰我的底线 这我真不要 是你若远的眺望 孩子们啊 暗示梦想 或者是说我怎么样能搬到你 你 你 不需要是吧 我想靠自己 靠自己 对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雲